分一杯羹给自己的姐妹呢 娘娘让嫔妾抄露女论语 是位训尸六宫女眷 嫔妾又怎能不知 妒忌怨恨 乃为女子德行之大亏 嫔妾虽无才愚钝 德行却万万不敢有亏 你虽德行无亏 难保别人不也是这样 本宫在宫中多年 任心良博反复无常之事 可是见得多了 多谢娘娘提点 娘娘既让姐姐抄露女论语 训斥后宫众人 为的就是防止后宫争宠 招惹事端 娘娘用心良苦 妹妹们一定谨遵 婉贵人这话听着真是舒服 沈贵人与婉贵人待得久了 嘴皮子功夫也日渐凌厉了 真是不可小觑啊 一大早的给皇后请安 又说了这会儿的话 还真是乏了 回去吧 今日你也算见识了 华妃也就罢了 姐姐 你可怪我 若不是你 也会有旁人 若是旁人 我宁愿是你 别怪我说句私心的话 别人若是得宠 只怕有天会来害我 皇安 你不会 梅姐姐 宫里这么多人 我能信的也只有你 凌蓉虽与我们交好 终究不是一起长大的勤奋 若是连你我都不能相互服辞 那以后数十年的光阴 又怎么熬得过去呢 姐姐 有些事虽非我意料 也并非我一例可以避免 但不论是否得宠 我与姐姐的情意一如从前 总得皇上宠爱 姐姐 也莫要于我身份了 以你我的天资 得宠是意料中事 即便不能保证宠卷不衰 也要留住这性命 不能牵连族人 怎么醒了 臣妾听到外面下雨了 睡不着 有心事 没有 不许对朕说谎 皇上 臣妾害怕 有朕在 你怕什么 皇上带臣妾这样好 皇上可否听过 也不许对朕 即宠于一身 亦是即怨于一身 怎么有人难为你吗 没有 没有人为难臣妾 与陆君瞻六宫祥和 才能颜免皇家子嗣与福泽 臣妾不敢专冲 若是 朕不肯呢 朕不肯呢 刘宫妃嫔 与前朝盘根错锦 前一发而动全身 皇上是明君 明君 已经七日了 皇上在前朝政务繁忙 若后宫成了怨气所终之地 皇上也不能安心 皇上若专宠臣妾 而冷落其他嫔妃 旁人不免会议论皇上 男儿凉薄喜喜望旧 臣妾不能让皇上烦心 臣妾不忍 你 lore 知道了 儿子给皇俺娘请安 皇俺娘万福金安 坐吧 谢皇俺娘 皇帝看起来气色不错 最近服侍皇帝的人还乖巧吗 新德的晚贵人 颇合儿子心意 晚贵人 从前没听你提起过 就是去年入宫的那个 聪慧伶俐的秀女 原来一直病着 进来才好 那就好 皇帝最要紧的 就是身边有个贴心的人 不像老时期 到底还没有安定下来 取个福气 这些日子 没见他进宫来请安 也不知道他忙些什么 皇姑娘若是想他 儿子上午就传他进宫 老时期是孝顺 但见了他 难免又会想起先帝在的时候 他亲额娘淑妃 专宠六宫 众妃怨渡的事 心里就会不痛快 皇额娘老了 空下来念想多 难免会碎嘴 皇额娘自自禁言 儿子受教 什么时候皇额娘得空 儿子让晚贵人过来 您多调教调教他 这后宫里的女人啊 比花还多 那贵人呢 就像是开满了遍地的小花 到处都是 等他有了出息熬到贫位 挨家再见吧 是 孙姑姑 这两日皇额娘身子不好 华妃来探望过吗 华妃娘娘协礼六宫不得空 起早皇后娘娘来看了太后 侍奉了汤药就走了 倒是昨儿丽贫娘娘来过了 陪太后还落了好一块磕呢 丽贫 这丽贫娘娘的牌子 这怎么都沾上灰了 拿回去从座一块 这两日啊就别随着送来 让皇上翻牌子了 七妃娘娘万安 小夏子你怎么来了 回禀娘娘 皇上的御驾正往长春宫来 奴才先来通报 娘娘快预备着接驾吧 皇上来了 皇上真的来了 是 快快把这个收拾 还有那个 娘娘娘 谁让您注意身子 这手忙脚乱的 这怎么接驾呀 娘娘伺候皇上多年 皇上的脾性 娘娘还不了解吗 这皇上都大半年没来了 不知怎么现在 说来就来了呢 娘娘还不高兴 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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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给我拿件衣裳 要粉色的 皇上最喜欢本宫穿粉色的了 是 快去啊 是 娘娘 还愣着干什么 快给我梳妆啊 是 娘娘 对了 快把三阿哥给我叫来 娘娘 皇上难得过来 您得陪他好好说说话 拉上三阿哥 您还怎么和皇上说提起话呢 是啊 这孩子说话毛毛糟糟的 别又热了皇上不高兴 别叫了 快 快梳妆 是 奴才先走了 娘娘喝点燕污歇息吧 皇上今儿还是翻到他的牌子吗 皇上去了齐妃那里 怎的去了他那 凭他是谁呢 只要不是板贵人就好 现在什么时辰 时间还早 天刚擦黑 皇上不是要让沈贵人学着看账本吗 那本宫就好好教教的 去叫沈贵人来 是 这烛火太荒野了 给本宫熄掉两盏 是 是 小主别等了 皇上今儿已经翻了齐妃的牌子 去了长春宫 也好 小主这话 像是高兴又像是不高兴 我自己也糊涂了 希望今日皇上不要来 可他真的不来 我就高兴不起来 我就高兴不起来 沈贵人好歹也是大家闺秀 怎的这字写得这么乱 烛火太暗了 嫔妾实在看不清楚 还请娘娘见谅 你自己抄了账簿 自然知道宫中开销庞大 本宫身为众妃之首 不得不做节俭表率 对 况且本宫听闻若写得真好 摸黑也能字字绢秀 贵人的托词未免牵强了点 那 嫔妾再去抄录一份 你抄去吧 本宫打个盹 总之宫里太亮了 再去灭良盏灯 是 好 坐吧 臣妾站着伺候皇上就行了 臣妾不累 你挡着朕的光了 朕怎么看书啊 挡光了 皇上 夜里看书伤眼睛 喝杯菊花茶 醒神的 你不是才让朕喝了参汤啊 臣妾给忘了 皇上 三阿哥又长高了 都成年了还长高啊 是啊 是壮了 听皇上的话 每天都在猎场上练着呢 皇上的话 三阿哥日日都记在心里 但愿吧 朕也希望他能记得 是啊 皇上 三阿哥每天都看书到深夜里 天不亮 就起来练习骑射和马术 每次臣妾看到三阿哥的时候 就会说 红十啊 你可千万要听你皇阿玛的话呀 你是你皇阿玛的长子 可千万要争气啊 将来为你皇阿玛分忧的担子 可都落到你的头上了 你的这些话 红十的耳朵听得都起茧子了 朕也是 你就没有别的话教你儿子吗 有啊 那个臣妾 这身衣服不好看 以后别穿了 皇上 那个臣妾记得 皇上 最喜欢臣妾穿粉色了 粉色娇嫩 你如今几岁了 皇上 是先臣妾老了 朕说的是实话 你穿湖蓝 保湿绿 要合身份的多 你早些睡吧 皇上 您去哪儿啊 回养心殿 皇上 皇上 你说 齐妃久不见皇上 应该会很高兴吧 小主 别想那么多了 早点歇息吧 好 雨消消息洞庭 燕妃非兮皇陵 望复君兮不来 波淼淼而成 小主别坦了 这首曲子叫香妃苑 不吉利啊 香妃苑 宫中女子的爱恨 从来都不能太拙恨几 更何况是怨 我有什么好怨的 还不是我自己要她去的 停 皇上 咱们是回养心殿呢 还是去易坤宫啊 呃 岁宇轩 停 落叫 这是香妃苑 奴才不懂这儿啊 分明区里愁云雨 思道消消消消廊不归 真不在她心里难过 Zither Harp 你把朕的心都坦乱了 皇上万福金安 快起来吧 皇上怎么来了 唯一笑得人憔悴 朕今儿总算是尝到滋味了 皇上不是在齐妃那儿吗 看过她了 走过来见今儿的月色好 想来瞧瞧你在做什么 这样好的情深 幸好朕没有错过 皇上再这么说 臣妾无地自容了 堂堂君王至尊 敬学人家偷听墙角 略发大胆了 再罚你弹一手折罪 皇上这么过来 岂非会难受的 你舍得推朕去旁人那儿吗 臣妾说过 皇上是明君 那朕就明日再做明君 今夜且再做一回昏君 那臣妾明日再做贤妃 再去向齐妃姐姐请罪 四郎想听什么曲子 你刚才换朕什么 是臣妾失言了 你这样换朕朕很喜欢 你的闺蜜是甄嬛小字是什么 臣妾没有小字 那朕就叫你缓缓好不好 缓缓 王妾 承完了 贫妾自知刺激不佳 所以各抄录了两份 还请娘娘过目 时候不早了你先回去吧 本宫看完自会告诉你的 是 凭借告退 华妃娘娘分明是为难小主 那个账铺上全是书 又故意把灯点得那么暗 写完一遍还不算 小主眼睛都暴红了 那有什么办法 踏实华妃啊 小主就不能告诉皇上吗 他借着皇上的旨意要调教我 我若告诉皇上 皇上就算帮我 以后还能让我学着协理六宫吗 既然得不偿失 我就不会走 奴婢是心疼小主 得了 我也过了困劲了 这儿离千里迟近 你陪我去走走吧 听说皇上在那儿天了灯 夜晚靠红鱼 碎石漂亮 是呀 余食不多了 小师 你再去拿些 是 小主 你看 原来小主在这儿啊 让奴婢好找啊 姑姑怎么夜深了还出来 是不是娘娘有什么吩咐 娘娘说 会只有几方好墨进宫来 本想赐给小主 谁知小主走得快 那采叶去随姑姑走一趟 小主一个人在这儿 你快去快回 是 好 皇上驾到 为人叩见皇上 起来吧 谢皇上 姐姐情情如何 回碗贵人的话 沈贵人已无大碍 只是枪水受了惊吓 还未能行转过来 臣等已经开好了方子 只要沈贵人照方调养身子 便会很快康复 只是说话不要吞吞吐吐 是 只是小主受惊不小 怕是要好好调养一段日子 精神才能完全恢复 你一直是伺候沈贵人的 要好好为她调理才是 这 那臣等先去配药了 别拘礼了 梅姐姐 你们是怎么伺候小主人 皇上恕罪 皇上恕罪 都说仔细些 沈贵人是怎么腻的水 奴妻不一定 奴才不清楚啊 简直是糊涂啊 你们是沈贵人最贴身服饰的人 岂又不清楚的道理 奴才冤枉 奴才真的不清楚 小主在千里吃喂鱼 奴才去拿鱼食了 走到半路才听到说小主落水了 那彩月呢 那彩月呢 纵致说华妃娘娘有几方好墨要给小主 刚才忘了给了 让奴婢跟去取 如此说来 沈贵人落水的时候 你们都不在身旁了 皇上 华妃娘娘到了 外头夜深了 你怎么过来了 臣妾听说沈贵人溺水 忙赶了过来 沈贵人可好些了 你去瞧瞧吧 是 可怜哪 这么如画似玉的一个人 竟受这样的罪 娘娘尽管宽心 太医说了 沈贵人醒了就无妨了 皇上 宫中侍卫巡查不严 以致沈贵人溺水不能及时发现 是臣妾协理六宫无方 还望皇上降罪 侍卫夜巡自有班次 若真降罪于你 皇后乃六宫之主 也难逃罪责 糊涂东西 怎么伺候你家小主的 让皇上忧心 不中用啊 这样的奴才 留在沈贵人身边也是累赘 臣妾以为 不如打发了去顺刑司 皇上 小师采悦 他们纵然是有不妥当的地方 但是毕竟 罪不至今顺刑司 不如此不足以正功绩 若今后奴才都这么当差 岳湖里不吊满了人了 贤伏宫的奴婢不济世 竞贫也难逃其责 臣妾稀听娘娘教诲 臣妾 一定好好管教 奴婢有罪 没有照顾好小主 但是小主如今还未行 但求娘娘让奴婢照顾小主醒了 奴婢定取慎刑司请罪 奴婢就是贱 赖在这儿 想等你们主子醒了替你求情啊 还请华妃娘娘宽恕 蔡月和小师虽然服侍梅姐姐不妥当 可是出意外也不能全怪他们 与其处罚他们两人 不如叫他们好好服侍梅姐姐 将功折罪 怎么婉贵人以为罪不当罚吗 若亲纵了这两个奴才 难免让后宫有所行话 以为有错只要折罪就好 不会受罚了 娘娘赏罚分明自是应该 只是彩月和小师 一直服侍着梅姐姐 若此时罚了他们去慎刑司 姐姐身边一时没了得力的人 反而不好 他们连沈贵人周全都照顾不得 还留在身边做什么 何况千里迟离 易坤宫不足百步 在本宫宫尽发生这样的事情 本宫怎么能轻饶了过去 嫔妾担心的正是这个 娘娘明明赏罚分明 但不清楚的人还以为 因为事情出在易坤宫附近 与娘娘威严有爱 娘娘才如此懊恼 并非只是为了沈贵人溺水 奴才事小 伤害了娘娘名誉似的 还望娘娘三思 宛贵人的话有道理 不如等沈贵人醒了以后再说 到那个时候再打发他们去慎刑司 也不迟 臣妾还有句话 不知当说不当说 你说 姐姐落水原因尚不明 可必定是侍卫救护不及 才会枪水过多昏迷不醒 依臣妾的意思 不如撤换了 不如撤换了易坤宫的侍卫 另换一批 否则这次是梅姐姐 若下次有什么不当心的 伤及了华妃娘娘 那如何是好 碗贵人是才还说将功折罪 怎得这会儿又要换 本宫公院的侍卫呢 岂非有些赏罚太过偏颇 凭倩也是为娘娘着想 皇上一向爱重娘娘 怎可让这样粗心懈怠的奴才 守护娘娘公尽 致娘娘于显地而不顾呢 何况 只是另换一批侍卫 也不算惩罚呀 别的事都不要紧 只是这样的事再也不能发生了 明日就让肃背胜 换一批精干的侍卫 住手易坤宫 朕也安心些 多谢皇上挂念 臣妾带了两只上好的衫衫来 押精补身是再好不过的 你成日惦记着六宫住室 这么晚了还要劳心 早点回去歇息吧 皇上明日还要早朝 也不宜太过操劳 臣妾出来的时候 让人炖了东阿阿胶贵园羹 想来现在已经好了 皇上先用些再去歇息吧 还是你心细 朕也饿了 你也一起去用些吧 啊 哈飞宫里的吃食在宫里是拔尖的 皇上这样说臣妾真是惭愧 晚归人也同去吧 臣妾哪里有这样的好口福 不如请皇上把臣妾那一份给用了吧 臣妾想在这里照顾梅姐姐 臣妾宫里的宫里 你自己也当心身子 恭送皇上 恭送华妃娘娘 皇上起驾 叶已深 京平娘娘也早些回殿歇息吧 好吧 爸 你也别他劳累了 娘娘啊 还不困吗 不如用点夜宵 可怜了沈贵人 今天晚上的事娘娘怎么看 东阿阿交桂圆庚 华妃真是有备而来啊 娘娘耳朵警醒 晚贵人眼神明亮 华妃娘娘穿戴整齐来咱们闲浮宫 她可是每一步都算起好了 是啊 要想做狐狸 好歹别把尾巴藏好 可惜呢 一旦得已 这尾巴就露出来了 她哪顾得上 炖好了汤 请皇上过去是势在必行的 能不打扮得好看点吗 皇上挂念沈贵人 未必看得清这一层 咱们要不要给皇上提个醒 哼 又有什么用呢 她现在眼巴巴的盯着我们闲浮宫 生怕找不出一点错来 难不成我们还送上门去 都四更了 小主歇歇吧 睡不着 心里乱 奴婢心里也乱 奴婢就想不明白 小主怎么会失足掉到水里去 你仔细想想 姐姐漏水时 你可看到了什么不该看到的 当然 这只是我的揣测 怎么你们一走开 姐姐就出事了呢 如今姐姐都成这个样子了 万一你漏了什么没说的 可不我们一起都成了糊涂鬼 奴婢知道事关重大 但是奴婢看得并不真切 所以不敢胡说 只因事关重大 才要事无巨细地都说到 奴婢娶了莫回来的时候 似乎有个小太监 从千里池旁窜了过去 因为天色黑了 怕是奴婢自己眼花 这是没有别人知道吧 奴婢真不敢跟旁人提起 切记 不许和任何人说起此事 知道吗 是 那可借人一句话 皇上竟把本宫身边的侍卫都给换了 害得本宫里外进出都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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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别生气了 害得本宫里外进出都不方便 气坏了栓子都不值得呀 她竟敢踩刀本宫头上来 娘娘不用太担心 眼下她正得宠 恨她的人可多着呢 那个于氏身边谁伺候着 听说她施了宠脾气不好 就连她自己身边的宫女都被打出去了 可怜她一个人 你身边那个康禄还是不中用 她那个徒弟还中心吧 娘娘是说小印子啊 鬼性眼没她师父那么大 倒还中用 让她去伺候于氏吧 这磨是山东总督进宪的真品 树奴婢眼镯实在是瞧不懂 还得娘娘您赐教呢 这方教文采双鸳鸯磨 磨质坚硬如玉 交织均匀 却双面雕刻鸳鸯 诗金错彩 可谓鲁磨中的极品了 奴婢不懂别的 只晓得这鸳鸯的一头既好 皇上跟娘娘情色和谐 就跟这鸳鸯一样 她倒是会投本宫所好 只是这磨虽好 却比不上易坤宫 那儿的用场大 易坤宫的磨 是用来调虎离山取人性命 用场虽大 干的却是作孽的事 知道就好了 别挂在嘴上说 是 但娘娘您真的不管 沈官人落水的事吗 你看华妃方才来请安时 趾高气扬的样子 就该看得出来 皇上已经有了定夺 本宫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反正这事是谁做的 咱们心里都有数 皇上心里没数 这件事谁有数都不作数 皇上只想后宫能够安宁太平 有些事情不了了之也就算了 去御药房拿些补品给沈贵人 是 姐姐 你醒了 你饿不饿 要不要吃点东西 皇上 有人 有人要我的性命 姐姐 你可看清 是谁了吗 他从 他从背后推我入水 我看不清 我只知道他力气甚大 一定不是个太监 就是侍卫 宫中侍卫太监成千上万 你可看清了 到底是谁 宫里的人 宫里的人虽然面核心不 却也不至于要了我性命这般歹毒 可以这么下手的 只有 可是千里迟离离他的义鲲宫如此之近 他还要对付我 也不该选在自己的地方 总该懂得避嫌才是啊 避嫌 我看他一点都不想避嫌 夜半浓妆而来 在你宫里耍了通威风 差点发落了彩月和小事 还把皇上请到他宫里去了 你前脚踩出义鲲宫 不出百步便逆进了千里池 放眼如今宫中 谁敢这样放肆在他地界上撒野 唯有一人敢 那就是他自己 兵行贤招 旁人也不会真一心 他会自己引火上身 他见你得宠 又怕我二人羽翼见风 他难以控制 就先除掉一个 好让我们设丹立功 无法与他抗衡 对不起 姐姐 都是我连累了你 不管你的事 早在我得宠的时候 他已经是我如故在后 不过是爱着皇上宠爱 我又处处对他忍让毕竟 这才没有立刻下手 那眼下 姐姐中辈怎么办 我能怎么办 我无凭无据 他又是皇上多年所爱 我会对皇上说 是我自己 是我自己不小心尸速落水 夜下看来 只有如此了 我如今奈何不了他 未必我今生都奈何不了他 好歹留着我这条命 咱们 咱们 就慢慢地算这笔账 我会得到你